河水冲刷河道两岸的沉积岩将碎屑物带往下游 当其流速减慢时,碎屑物开始沉积 于是河道两侧的沉积物向外扩展 形成一平潭广大的冲击平原 如果因陆地抬升,加上河水往下切割出更深的河道 造成河床下降,河水面也下降 于是之前在河岸两侧的沉积岩出漏变成了接地 若河流持续冲刷河道,河床再持续下降 而旧的河街已被抬升至较高的地方 便又再产生一新的河街 我们可看出一为较老的河街 而三为正在形成的河街 字幕幻想不 McMah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幻想不想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